長洲末吃什麼好 長洲末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又暖 去喝茶 這間喝茶 其實之前四月有個長洲末已經預約了 只可惜一預約就遇到lockdown 所以擇日重賽 去到門口看到很長條龍 原來那些是walk-in 首先要去拿張票 然後再幫你檢查針紙 剛才看到那扇門 就是進去餐廳前 要檢查你的體溫 當然預約了位置會比較穩 帶了餐牌之後 我覺得好像比起之前 少了食物和選擇少了 因為之前比較多不同的款式 不過都真的太久沒有去過這裏喝茶 所以 點了都比較多食物 我們點的食物以蒸的點心為主 和其他餐廳一樣 都是桌子和桌子之間 可能有個透明甲板 又因為假期的關係 所以比較多人 很久沒有吃粽 點了一隻粽 但是一隻粽是好吃的 但是不夠熱 暖暖的 這些就是我們點了的點心 蒸的點心是比較熱的 你看看多熱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蝦餃 因為它很足料 很飽餡 每顆燒賣都非常足料 真的很大顆 好像硬開會變成肉餅 其他的點心 不過不失 而且很喜歡吃粽 所以叫了窩粥 但它很喜歡比較稠 而且材料就少了一點點 那天真的叫了比較多食物 所以到最後也要打包回家 下次再吃吧 拜拜